各位觀眾,感謝持續收看 齊哥、達哥、其他這一家 今天2021年的3月18號 3月18號星期四 星期四,生活齊哥在這邊 感謝各位持續的收看 生活齊哥每天會找一則新聞來做分享 導讀,讓自己學習,也可以當成寫日記 也可以跟觀眾朋友多多聊一些現在時事新聞 還有你想聊什麼都可以 那由於搶匪會去玩遊戲 那另外一個掛網的衣商品頻道 我最近在掛一些死門水庫那邊的日出、夕陽做個紀錄 未來有興趣回頭看也蠻有趣的 因為沒有出去玩也可以看看風景 好,那生活齊哥在這邊還是要持續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今天的主題是詹雅文 詹雅文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今天的熱門搜尋的一個排行榜 今天排行榜最高,詹雅文5萬筆 還有肯德基 肯德基凌晨8點以前有人訂購了 8萬筆的那個彈塔 彈塔6顆35啦 我今天去買一組是180幾塊 6顆 所以各位觀眾可以看差多少 現賠1245萬 那首先林正北路好,你丟手榴彈 那相關的新聞喔,如果有喜歡的 像林一誠做人失敗 這邊都有相關的新聞 還有小人國 出生日期有3,3月20 準備入圓 有些相關的新聞啊 各位觀眾朋友都可以點擊下方的來觀賞看一看 那這邊有寫杜鞭梓美 在東奧開運市辦諸杜鞭梓美 他就是搞笑藝人啦 日本的搞笑藝人 還有胡宇威啊 郭富城啊 郭富城的新聞又出來了 那邱國正 等等相關新聞 喜歡的觀眾朋友都可以點擊下方的網址連結信來看 然後昨天有中職棒 還有我們昨天分享的繁星上版 那進入大陸 今天的主題 詹雅文 詹雅文是我們的 維基百科這邊有填寫 他是民國56年 民國56年3月2號出生 本名為三淑貞 台灣台語流行音樂女歌手 作詞家 作曲家 出生於彰化雲林寺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他從民國198年有臨櫻花姐妹出道 那開始陸續 還有日式演歌方式的唱腔 走紅異界 素有夜市江蕙的美稱 以演唱國台語老歌語演歌類歌曲為主 這邊都有他相關的一些生平 他的一些事蹟 他的一些生活事蹟 那相關的一些歷史 如果喜歡的觀眾朋友可以點擊進來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他相關的一些歌曲 李伯的苦酒等待愛河 和水 和人的愛 新娘情侶 國語老歌藝 還有個人發行的專輯 各位觀眾朋友都可以從這個 維基百哥可以看到這相關的一些內容 如果喜歡他的歌曲 一樣可以打他的名字去YouTube找 都會有一些歌曲可以看得到 因為很多人做翻唱 做點播 KTV都可以看到他相關的一些新聞 好OK那我們帶入今天的主題 今天主題我們在討論的是在講說 金曲歌后詹雅文 第一則新聞是中央通訊社的一個新聞 那最近更新是3月18號的2點50分 好這邊有講了 台語歌手詹雅文 近日檢查發現罹患 帕金斯症 左腦中度萎縮 兩個月內已經瘦了8公斤了 好那 葛瑞特音樂提供的一個照片 那中央記者王昕瑜 傳真的報導 他們的一個店的報導 台語金曲歌后詹雅文今天說 近日檢查發現罹患帕金斯症 左腦中度萎縮 兩個月內已經瘦了8公斤了 收到消息當下的聖經 一度覺得是老天爺開玩笑 陳代演唱會按詹雅文和尚的衛生福利部 我們的部長陳志中 上午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聯訪時 表示還沒有交到這個訊息 如果是真的 確定是真的 他會去探望詹雅文 那詹雅文的社群臉書 貼出了在這邊下面都有連結 喜歡的一樣 還可以點擊他們網址 來點連結他們的一些相關內容 他在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腹射醫院救醫的一個照表示 每個病痛都有原因 聽自己要愛自己的身體 應把速度慢下來 現在最重要的課題就是 學習聽醫生的話 不要恐懼和新生活的方式 並珍惜現在擁有的 這邊都他講了一些相關新聞內容 他這邊有講說他是 陳禍金曲獎最佳女歌手的獎 詹雅文在公園 好奇怪的翻譯 公園 2014年於台北小巨蛋開演的前戲 喉嚨長腫瘤 在演唱會感性落淚 2018年又被減傷疾病 無法分泌口水 這邊都是透過唱片公司表示 近日有進出多次醫院 推出新台語專輯幸福過敏的詹雅文說 冰凍期間創作的歌都更有力量 向人生的縮影 他期待為自己活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導致度過難關 潘欣勝主要是腦中神經系統退化 引起多巴胺釋放功能 減少的運動疾病 症狀包括顫抖 手部發抖 四肢僵持 和行動緩慢 那今天新聞有醫生在討論是說 家族疾病 還有一個就是過度疲勞 還有一些外來的創傷 都可能引發我們的帕金斯症 不然就要去追溯一下你的祖先 爸爸媽媽姨姨奶奶 曾祖父曾祖母 曾曾祖母 曾曾上去的那些去瞭解一下 看是否有這些相關的遺傳性疾病 因為那屬於遺傳性疾病 那第二則新聞是虛新聞 虛新聞這邊講的也是 卓納萎縮暴瘦42公斤 詹雅文停工兩週暴病狂 好了 金曲歌後 詹雅文多次攻散 小巨蛋開燦 那這這邊由 廣寬宏藝術提供 那54歲的一個金曲歌後 詹雅文 目前已經確定了 卓納萎縮 這邊新聞都有搶害在 社群砲出他的一個病床罩 表示他月底的工作全數取消 要讓他專心的修養 處理身體的狀況為優先 那這新聞都剛剛都有講過了 其實他之前就有些相關的問題中 所以也是一直在 一直在查查查 才知道被醫生告知了 今天才被告知是 怕金斯症 那 詹雅文坦然的面對病情 固定回診 指藥 表示要學習放慢腳步 這話還是個重點 其實現在很多人的生活習慣 都已經變得急急急 怎麼都在急 那真的 要小心 據他受服藥後的後遺症所苦 吃什麼就吐什麼 那上週人強忍不適 錄製超級紅人榜 同為評審之一的 陳子虹 心疼表示他 硬撐著身體錄影 真的非常辛苦 這是他的臉書的一個 沾出的照片 還是要愛自己啦 不要讓自己太累 那第三段新聞 終時新聞網這邊分享 我在看他 許常德的恭喜 的意思是什麼 那由3月18號5點06分 終時新聞網的 蕭雅文做分享 這邊有講了啦 他的左腦 左腦以中度萎縮 應把外界的高度觀測 好友許常德得知病情 送上恭喜兩個字 認為生病的人最幸福 詹雅文終於有時間好好休息了 所以你有時候看一下 真的是 不要讓自己太忙碌 因為你看 詹雅文兩個月以來 身體不舒服 食慾不佳 用狂吊8公斤 到醫院檢查 罹患 帕金四症 左腦中度萎縮 當下他腦袋一片空 覺得老天爺在開玩笑 那其實在2014年 就有一些疾病的意外了 所以說 想不到身體在錄亮紅燈 蕭雅文表示 人生每個病痛 都是有原因 在提醒自己 要愛自己的身體 應該把速度慢下來 但現在最重要的課 也就是學習 聽醫生的話 學習不要恐慌 新的生活方式 並珍惜現在擁有的 他這邊導臉書的一些分享新聞 一樣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有喜歡的話 還是點擊網址 去連結去看一下 他這邊許昌德好友是說 恭喜他 希望他能夠好好休息 送上祝福是 我常常是他唯一可以束縛的人 我給他的安慰 就是對他說 恭喜他 生病的人最幸福 可以休息 並得到人疼 相信他一定可以戰勝一切 那如果說 關於他這個帕金斯症 如果觀眾朋友說 我不知道什麼叫帕金斯症 其實上網 現在很好 很好了解 有新的Google功能 你在那邊搜尋帕金斯症 有沒有這邊就有寫了 帕金斯症 維基百科 有人去分享出來了 就可以看到很多種一些相關 相關性的一些新聞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新聞有什麼該注意 該怎麼樣 那他一樣還是說 我們現在是靠著藥物去治療 藥物手術 這邊都有一些相關的新聞 就是不要讓他一直 發生一些顫抖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邊 今天的標題是 詹雅文 我們在這邊還是要 祝福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台語 台灣台語流行音樂女歌手 作詞家 作曲家 我們的詹雅文 那個詹歌手 希望他能夠 好好的敬仰 就像剛剛 剛剛 我們看到那個新聞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新聞 跟他說 恭喜的好友 許長德 就是跟他說 希望他能夠 好好的 趁這個時候休息 把自己的身體養好 因為我們身體只有一個 永遠沒辦法換 也沒辦法更換 那收穫奇哥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持續的收看 那一樣記得喜歡 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今天 我們還是最後還是再次 要祝福我們的詹雅文 詹歌手 夠好好的休息 趁著這陣子休息 又可能會有更多的一些詞曲出現 因為人總是會有一些 經歷會寫出更棒的一些歌曲 那祝福我們的詹雅文 身體健康萬事如雨 謝謝各位 掰掰